好了,朋友们,那前面说完了我们的计算题,我们也说完了拥有题,那么接下来呢,给朋友们来一个陷阱题吧,来,走了一区,来看一下,小明做了一道题目,给出的解答过程如下主所示,请你帮他检查一下对还是不对,那么并且告诉老师那他具体错在哪个地方了,来,请给出你的选择。 选择对了没有,哎,你发现问题了吗,问题是计算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小状况,对吧,具体呢,就是在这里了,咱们说在计算过程当中是不是不能加点,我们加点是加在什么时候,加在最后一步,对吧,所以正确的计算结果事实上应该是,来,先来看看原因,原因,中间不能有点, 那正确的结果呢,应该是25.2,对了吧,好了,那这个问题解决了,那接下来呢,咱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了,小数乘以小数如何计算,来了,同学们,前面咱们都说的是小数乘以整数,对吧,那么接下来呢,咱们就来看一道小数乘以小数的, 比如说我们这道立体,哎,看来小明很惨,到哪都有它,是吧,小明有一个长2.4米宽为0.6米的长方形滑板,哇,这个滑板也太长了吧,哈哈,2.4米,这么长的滑板, 我估计这是用来,用来干嘛的,用来滑草的,这个滑板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,啊, 事实上要想求面积,我们知道长方形的面积是长成宽,因此这个面积的求法,如果单纯的列算式,应该难不住大家,啊,应该就是2.4去乘以0.6,对吧, 可问题是2.4乘以0.6吧,数是,不知道怎么写,好,没事啊,咱们先说第一个事情, 你想一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,算那个小数乘以整数怎么算的来着,加法是吧,可是上回是5个,还好加, 这是0.6个,你这怎么加呀,不好办了,没事,我们想一想方案2,方案2是扩大, 缩小,先扩大后缩小,对吧,那我们来,2.4,先扩大成24,0.6,扩大成6,24乘以6,这个可是没问题的,算出来等于144, 问题是什么,问题是144肯定不能有我们那答案,为啥呀,因为它先扩大了10倍,又扩大了10倍,那相当于扩大了多少倍, 百倍,对吧,那你扩大了100倍之后是144,那正确的答案应该倒回去,缩小100倍吧, 也就是缩完之后应该是1.44吧,嗯,答案出来了,1.44,对吧,好了,朋友们, 那你看,我们利用扩大和缩小的关系是不是又找出来了,哎,同学们,我再问大家啊, 你觉得这个扩大10倍和缩小100,扩大10倍,扩大10倍和100倍,有点像什么, 哈哈哈哈,2.4米,24啊,分米,0.6米,是不是就是6分米啊,那到这儿是不是就是平方分米啊, 那平方分米转成平方米,是不是就1.44米啊,缩小100倍啊, 啊,单位名称不同,对吧,啊,这是一种啊,理解方式, 其实一旦有了这种理解方式啊,咱们再来解释一下小数乘小数, 解释起来也就非常简单了,它跟小数乘整数呢,是类似的, 先算整后点点,啥意思啊, 先算整,后加点,或者叫做后点点, 先算整,24乘以6,是不是就144啊, 后加点你会发现,乘数里边一位小数,两位小数, 是不是一共有两位小数啊,所以成绩里边必须也得有两位小数, 会了吗,基本上是不是理解一点啦, 好,你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,立刻去做一做我们下一道理题, 看一看,练习一下,会不会使用先算整后加点这个方法。